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杨阳吧 我也应该感谢杨阳 订阅 说这些说这些给我整的还挺感触的 反正真的就是啥呢 你们俩乐乐呵呵的真比啥都强 这两天大盘眼睛 你看人说过了 人立马就过来了 一点不太停的 再多长时间人直接赶过来了 明天嘛这天挺好的 你俩出去逛一逛溜溜溜对不对 培养培养新的感情 就当从朋友开始一样 你说对不对 会的 会的 我明天就跟他一起出去逛一逛 然后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反正到时候就是咱们见面 有机会见面 我请你吃大餐 再好好感谢你一下 有机会 行 那这个话的话 那这顿饭 那这顿饭我欠下了啊 欠下了 等到时候 到时候真的 直接再好好聚一聚 大胆要 大胆要大胆一点 会的 会的 一个拥抱是很正常的 你看这个美丽的春天姐姐说的 一个拥抱是很正常的 大胆一点的吧 对对 不跟你聊了 不跟我聊 那行 那今天的话 反正你俩 也不早了 你俩就是培养培养感情 然后就在哪呢 我也不说啥了 我这块 我先下去 我办好我的事啊 我去收拾收拾 我打包一下 明天帮大宝安排好 然后你帮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安排好 好不好 你放心就好了 你放心就好了 我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你们两个好好培养培养感情啊 好好培养培养 好 那多多我不说了 这不见每一个姐姐们还有糖糖大宝 我就撤了啊 我撤了 你真的不饿啊 我真不饿啊 我那个就刚才吃了 不是很饿 不好意思 嗯 你这晚还紧张吗 啊 现在还好一点了 嗯 那你 那你过来准备 不是 你来就是想见到我吗 还是有别的事 还是想过来玩两天 还有什么 我来就是想见你 然后 第一个想见你 然后第二个就是想看你什么时候回广州 我就我们一起可以回去嘛 对 对不对 哦 你是想要跟你回去啊 对啊 就刚好一起嘛 是不是 你看我过来 然后你回去 也 嗯 就可以一起回嘛 就刚好我可以在你一起回去 啊 说不停的 就是说 我就算你自己回来 也 这才对不对 也 说对不对 也 说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她回去需要啊 就是在 战什么东西什么的 我就帮她一起拿一下 只好帮她送回去 就再回广州嘛 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回去呢 那你不准备回去 就 要待在这里啊 暂时还没有准备回去 那 我没事 你来了我就陪你玩两天 然后 不着急回去 嗯 但 但我觉得就 我又觉得还是说 你可以回去那边 找工作也行啊 是不是 啊 回去那边找工作也可以啊 回广州找工作 对啊 你不找工作了 那你不是不喜欢在我那边当助理 那你就回广州来找工作 你看广州工作也 就是工作也比较 比较多嘛 公司比较多 比较好找工作嘛 对不对 你可以回广州找工作嘛 嗯 不一定要跑到 跑 跑到河南 回 不一定要回家 在广州不也挺好的吗 嗯 对 嗯 没事 你这 你这几天 然后我可以带你在 嗯 在河南 在河南玩一玩 待一待 然后你看看 其实 其实河南这边也挺好的 我 我没有 我没有 是说不回去 只是 还没有 暂时没有说 要马上回去的打算嘛 那 那你 那你不回去 那还 还要 待很久吗 那待很久 那我 看不到你 那咋办啊 两半 哎呀 两半不好 就 那反正我们 反正我们这两天 先玩两天再说 好不好 嗯 那 那 那你 那你 我等 杨阳那些东西到了 我就 呃 就到时候 拿给你 你家人 然后 再请他们 吃饭什么的 你看怎么安排 合适了 到时候 你看一下 什么 什么时间段 你们 你们知道 我今天晚上 为什么 杨阳说 让大宝去安排点东西 我是支持的吗 因为 就是 我跟你说这事 什么事 呃 就是 嗯 想会 就是 那个事情 然后 我妈妈知道 哦 然后 嗯 就是 我觉得 嗯 那 那 那你妈知道 那我更应该去啊 然后 就是带点礼物什么的 然后 跟他们 啊 啊 道个歉啊 然后 啊 解释一下 这样子 我 我真的 我觉得我更应该去啊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觉得我 那如果他妈 他妈妈知道了 那我是 更应该说 去啊 跟 他的父母 啊 啊 不管怎么样 做个 说一下 做个交代 啊 做 说个啊 就是 建议一下 表达一下 自己的一个态度 对不对 那我觉得 我是更应该去的 所以你到时候 你就 啊 安排一下 看什么时间 方便 嗯 过两天吧 这两天 我先带你玩一玩 对吧 假认 不管怎么样 就 你咋这么开心 你带我玩 我不开心吗 那你大老远的 跑过来了 我肯定要带你出去玩啊 这 这怎么样 也要尽一下地主之遗嘛 对吧 你就是在 哪怕是个很普通的朋友 来了 那你也应该 带人家走一走 转一转嘛 对不对 哦 是这样子 很普通的朋友 嗯 到时候我们 看看 可以啊 那反正我这个 看你安排了 但反正得走之前 得 见 见一下 然后 就 就 说一下嘛 给他就好了 你看我干嘛 看你最近变瘦了没有 加勒们最近坦坦有变瘦了吗 反正我觉得我有点变瘦了 哎 太累了 这儿吗 啊 最近日子过得太累了 太累了 是 是这么 这么太累了 就是 就回来这段时间 感觉 哎 反正就最近发生事情太多了吧 啊 发生事情太多了 然后 嗯 嗯 嗯 不知道 你你来 你要跟我说什么 你别一直问我 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跟你说 就是 就 我跟你说就是 就是我 就是我在那里吃不下 睡不着 就是 就你不在了 我就觉得 就 挺难受的 然后工作也没什么心情工作 然后本来 说嘛 公司的事情 公司后面再去再去说 对吧 我觉得 还是写得先见里面 对 因为我也担心你说 你看 就 突然生气 就 跑回来了 然后也没收入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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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 一方面 也 要担心你嘛 一方面 也 也 比较 想你嘛 嗯 就 反正就这些嘛 就 嗯 就是每次 家人们 我感觉 我快要哭的时候 他就把我给整笑了 嗯 就我跟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的那个情绪 就每天都在坐过山车 是吧 就是 一下就上去了 然后突然一下下来 然后一下再上去 一下再下来 嗯 我跟他在一起 感感受就是 我说的意思 不是说我跟他在一起 很痛苦 嗯 是他让我这种 复杂的情绪 搞得我很痛苦 家人们 复杂 我 我情绪不复杂 就是你刚才跟我说的 我都感觉我快哭了 然后你突然又快 把我整笑了 然后一会我就又快哭了 然后你又给我整笑了 我感觉我已经快神经了 那 那 你哭 肯定不好啊 肯定不能让你哭啊 对不对 嗯 是不是 不能让你哭啊 我太难受了 就卡在一半 就那个情感 就那个情感 每次给我卡到一半 上不上 下不下 太痛苦了 呵呵 就是那种 你会觉得他很无辜 嗯 反 反 呃 反正就是 反正我 我想你了 我就来了 就 就来了 呗 就看到你我就开心了 然后本来反正本来我想 想说很多话 然后但是 一看到你我就不知道先说什么吧 可能要等一两天 才才能好好 把想说的跟你说出来 现在 有点说不出来 家人们 他的反应需要两天 有的人紧张是需要缓个十分钟 听到没有 大宝的紧张是需要缓两天再说 先缓一缓 我跟你说了 他那个脑子 真的就是很慢很慢的那一种 嗯 还要缓两天 我就服了 我想拿一朵花给你带在头上 怎么样 你说好不好 能不能拿出来啊 他这个能拿出来吗 你试试吧 我试试吧 哎呀 哎呀他这么怎么拿 跟小孩子一样 好像真的拿不出来啊 把他折掉就行了 哦 你看折掉了 他就带不上去了 你知道吗 是吗 对啊 你干嘛 嗯 我又想把他 带上去一下 挺好看的 你带可爱了 我帮你试一下 我帮你试一下 哎哎 要不然晚上你家 你那个木屋的时候 你把他 就在那个 那个 把他花瓣丢进去 挺好了 挺香的 太逗 这个花太大了 家人们 我想别 但是 这朵花开得太好了 嗯 不然的话是可以 别上去 对可以 别 嗯 这个花开得太好了 我换一朵 好不好 这个我很心疼 就这么好看的花 然后我把它弄下来了 你这些别弄了 你放 放回家里面 就 放那个花瓶里面 放放起来 你不是让我拿去洗澡用吗 不是啊 你洗澡用那么多花瓣啊 就洗澡 你就用个 用个三五朵就好了 其他就给他擦花瓶上 知道吧 真的很会过 对不对 你看 擦花瓶上 你就可以看嘛 就可以有花香 有好看 然后再挑几多粉色的 粉色紫色 然后沐浴的时候 就放放放 就放里面 真的很会过 是不是 加勒门 买个花 想到这个花 我还可以洗澡 嗯 还可以当头饰 对 你看多好啊 就是一束花 有那么多用处 对不对 加勒门说 是不是 一束花 有那么多用处 你真的是 嗯 你跟家人们聊两句吧 别关注这个话了 家人们都想你了 叔叔阿姨们都一个礼拜没有见到你啊 你好好跟家人们说说话 好吧 嗯 我 我也想你我呢 我也想你 嗯 让我去一下洗洗衣机 哈 对吧 嗯 我本来是今天想他去洗手间他不在 然后我偷偷的跟你们说一下 我本来就是说想就跟他能说喜欢你 但是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我觉得以我做事的就是感情方面做事的 我觉得这种话要在比较重要的时刻 就是我不想把喜欢谁或者说爱谁挂在嘴巴上 就是很简单的说出这一句话 我是想在一个很很很重要的时刻 然后去说出这句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不 为什么可能你们会觉得说我要告诉他 我喜欢他 我爱他什么的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不说呢 因为我觉得我对他喜欢对他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是我的喜欢我的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得在重要的时刻把这个话说出来 不是说我就是突然间想他了 我就说出来了 我觉得这样子会太过随意了 对吧 因为我觉得我我的喜欢和我的爱 我是很就是很很重要的 对 我不可以随便对一个人喜欢 也不能随便去爱爱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对自己负责和对别人负责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我喜欢我爱我就他就这么直接说出来 我觉得一定要在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在重要时刻我要给给他一个就是说很 就是说给他一个很就是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再跟他说这句话 那就代表我说这句话 我是对他就是对他很重要 就是我很重视他 所以我才会在一个重要时刻去跟他说的 所以我现在只能跟他说啊 就最多我就跟他说啊 我想他了啊 这样子就够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差不多就够了 对 不能说啊 就是说就是想了你就说了 反正我是对我在对一个喜欢的爱 就是比较看重的 不会说 我不会说随便喜欢一个人 也不会随便爱一个人 对然后今天可能也有点累了 然后很多话可能之前有想到很多话 然后现在看到他 然后也说不大出来了 就是主要是开心 然后看到他开心 然后有点累了 所以就这样子 你跟家人们在聊什么呢 我在聊 我很想家人们 就是看到他们很开心了 然后希望以后可以经常看 天天看 然后跟大家说说话 然后大家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我 然后也支持我们吧 就对支持我们 怪怪的说的话怪怪的 我这个说话有内涵的 有内涵的人才才能听到 然后我觉得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都是能听得懂的 家人们我想 我想带大宝出去吃个宵夜 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啊 我想带他出去吃个宵夜 因为外卖是到了 他也不想吃 然后 我带他吃一下我们本地的这种 什么烧烤啊 你喜欢吃吗 喜欢啦 反正我没吃过了 我都挺喜欢的 好 就吃一些你们这边的一些特色 嗯 然后大宝他刚过来 我觉得 我觉得他也刚过来 我们就 嗯 不说了 反正 就吃吃喝喝吧 这两天 对不对 家人们 嗯 我就陪好他 尽好地步之一呗 那我们先这样咯 早点吃早点休息 好 家人们也早点休息吧 咱们明天见 好不常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空 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